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在上迪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两天案例当中 将我们所要发送的一些信息呢 给我们显示到当前的一个lisw界面当中 比如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界面 我们发送一些信息呢,都在当前这个界面当中进行显示 而且呢,还把这个数据保存到数据库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要实现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分页查询,显示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呢,这里面有一个查询历史记录 我们把它实现一下 那么这里面他要查询当前,时间之前的所有的数据 那么这个思路又该怎么实现呢 我们在代码当中给大家来直接代入 那么回过来,我们还是要写一下当前我们的案例 来到我们的Message Activity当中 它所关联的一个界面布局呢,我们已经写好了 就是我们Activity刚好Message 那么这个页面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个查看历史记录 所以呢,我们自己给他新建一个item 来到laner layout当中,我们创建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item呢,动态的给他添加进去即可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布局 比如咱们这个布局就叫做List-Guntop 跟节点呢,我们也可以使用laner layout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一个TestView 填充进去 那么在这个testview呢 我们让它使用match啊 parate 同样这个hent值呢 我们使用wrapcontent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系列的pending值 比如呢这个pending呢 我们给定10dp 大家这里面它就会 所有都会pending上下左右10dp 同样我们给它当前那个gravity 我们使用centerhorizontal 选中 这样的话它以我们当前这个图形的形式 可以直接给我们带入 OK 那么它的一个显示文字呢 我们直接编写一下 比如我们就叫做查看历史记录 id值呢我们使用一下 咱们比如叫做top-tv 好 这样的话一个布局呢 我们就已经写完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局的动态 扔在我们当前的message啊 activity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当前这一个 页面加载的过程当中呢 给它添加进去 比如我们写在这里面 添加头部的显示内容 我们还是使用一个view对象 表示header 我们使用一个view 怎么给定head 然后我们把这个head呢 使用layout inflatter进行映射 当然这个布局加载器 我们在安卓当中会经常使用的啊 它可以将一个插码文件 转化成一个view对象 然后我们使用inflatter的方法 关联我们r.layout.list-top 挂载的复布局我们给定为空 那么这个head呢 我们就已经拿出来了 同样呢我们给定这个head 给它设置id值 比如我们使用0x11 这个id呢只是我们当前空件的id 我们后续的时候呢 肯定会经常使用的 好 接下来呢我们给这个listview 去add一个headerview 把我们当前拿到的这个header对象呢 扔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动态的 把一个listview 上方所显示的内容呢 给大家呈现出来 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 是我们早先的效果 那我们一运行覆盖这个效果 大家来看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已经有一个查看历史记录 它是作为listview的头部信息 直接填充到listview的上方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实现里面的功能 如果我要点击查看历史记录 怎么去查看之前的一些记录呢 这时候 大家我们就要想一下 怎么去获取历史记录 那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在数据库当中 到底有多少条数据 这些数据总共可以匹配多少页 然后我们每次呢 进行每页不同数据的显示即可 所以在这上方呢 我们就给大家定义一个 ProWatt Intl类型的page 首先我先等一一 接下来呢 给它定义一个 TotalPage 全部的一个页码 那我用0呢 进行一下分割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size为5 表示我每页当中显示的数据 好 解释一下 分别为保存当前的页数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总页数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默认查询的 每页显示的个数 你比如我这里面给定的是5 当然大家这个值 你可以自己动态的去改变 然后呢 我们要想查询历史记录 所以在之前呢 我保存一个时刻点 你比如我们再去生命一个private Long类型的 比如我们叫做first 那这个first呢 我们启定的一个名字 就是保存第一条记录的添加时间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我们当前这个first呢 给它进行一下复制 你比如 当我们satch adapter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first 进行一下复制 我们直接获取当前 system.current 10 minutes 拿到当前的一个系统时间 这样的话 first就有值了 有了值之后 我们来获取 在当前这个页面之前的 所有的历史记录 页数 好 首先 我们要查询有多少页的时候 咱们要在我们当前的工具类当中 去做操作 所以我们又得来到我们 message DLO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需要在这个写的有题目包下面 我们有一个message DLO 我们把它打开 之前呢 我只是添加了一个添加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里面的一些方法呢 给大家实现出来 首先 我们要进行分页显示 那除了分页显示 大家发现我们这里面 还得需要总计的方法 到底总计有多少条数据 所以我们也得进行一下查询 好 我们把这两个方法呢 来给大家写一下 总计有多少条数据 我们public long类型 给定一个total 那在这个total当中 所填充的一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我们lern类型的time 其实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就是把这个first单为参数 显示进来 那我们就直接 使用我们message hyper 比如我们就叫它hyper 就等于new一个message db hyper 填充上下文对象 OK 有了这个hyper对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拿到我们的一个操作的数据库 hyper.get readabledatabase OK我们就叫做db 然后呢我们使用db.roquery 我们去查询一个色口数据 那么这个色口数据呢 我就直接写在咱们这里面 我们使用select 比如我们使用组函数 看得清 表示我们查询的是总条数 然后from当前我们的message 跟上维尔子句 咱们的time 小于问号 这样的话 我们使用一种拼接自不串的形式 来给大家实现 那这是我们的circle语句 有了circle语句 第二个我们填充它的一个站位符 而这个站位符呢 全部都是string类型的数据 所以我们给定一个string类型的数据 好 把咱们这个值呢 给它填充进去 而我们这个值呢 传过来的是long类型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string 所以大家就会想到 string.valueoff 扔进去我们当前这个time 它的返回值呢 它是一个caster游标 那我们就操作这个游标进行数据的一个使用 你比如我们订一个long类型的total 先等于零 到底有多少条数据呢 我们对这个total进行下复值 好 我们will做一个循环操作 如果我们当前的这个caster游标 掉了它这个moveoff tobobnest 还能继续往下移的时候 我们就让这个total使用我们caster点getlong类型的 我们拿第一个算数值即可 因为它查询出来的只有一条数据 所以caster当中的只有第一个所有位置有值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查询出来即可 然后呢我们把当前的caster 掉用close方法进行一下关闭 当前的db对象呢 我们也需要进行关闭 同样查询完了之后 我们把当前hyper呢 也掉用close方法进行一下关闭 最后呢 我们把当前的这个total返回即可 好 这是我们查询的总条数 那么分页查询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想要做分页查询 咱们就要查询出来里面到底有多少条数据 我们定义public 它的返回值呢 你分页查询出来的肯定有数据 所以我们的返回值是一个例子集合 里面放着我们的message 比如我们就叫做query by page 那么这里面 根据我们之前也写过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填充 当前处于第几页 inter类型的patch 以及我们定义一个inter类型的size 哪页显示多少容量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long类型的time 这样的话 我们把一个时间也给它拿进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一个操作呢 就变成了怎么样去返回它了 同样我们也要获取数据库对象 所以我把这两行代码呢 直接拷贝过来 有了数据库对象之后呢 我们也使用db调用它的一个roll query方法 去查询我们的一个circle语句 那么这个circle语句呢 稍微偏长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我们想要分页查询 我们调用的是select scene from咱们的一个message 好 我们查询字段 首先匹配 第一个where time 这个time肯定要小于我们的一个字段 也就是我们传入的这个time 并且呢我们使用orderby orderby的意思呢 它表示排序 我们根据谁进行排序 后面直接跟上我们当前这个字段 即可 你比如现在我要根据时间 orderbytime 然后呢我们给定limit 问号 从哪条数据开始查查询多少条数据 并且在我们传入的时间之前的所有数据 根据时间进行排序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条circle语 它所填充的一个值呢 我们直接给它mule出来 mule一个circle类型的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填充的值 首先第一个值是我们的time值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circle.valueoff 我们使用当前的一个time值 同样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是从哪条数据开始查询 所以我们就使用circle.valueoff 从哪条数据开始查询呢 还是我们之前推算的一个字段 我们使用page-1乘以我们的当前的一个size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参数查询多少条数据 我们就使用circle.valueoff 直接跟上我们当前这个size即可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rowquery呢也就写完了 它的返回值呢也是一个caster 我们就直接便利操作这个caster即可 那这个caster我们怎么进行操作呢 因为我们最终返回的是一个list即可 里面放着message 那我们在之前呢我就直接给你new出来我们的一个arraylist 有了咱们当前的一个数据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便利我们的一个游标对象 我们给定well循环 如果我们caster.move to next 能继续往下移并且已经移过去之后 每次呢都给它先new出来一个message对象 然后我们进行数据的填充即可 那这个数据的填充 里面需要填充哪些值呢 首先message time和tap 分别都是从我们caster游标当中拿出来的 所以我们使用caster.get string 你比如我们先拿咱们的message的 这里面呢又从我们caster.get clomo index 根据谁来拿呢 就是根据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来拿 比如我们给它定一个值 比如咱们就叫做string类型的message 好除了message呢 我们的id time和tap都可以这样去拿 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已经把id time以及type这几个字段呢 都给它拿出来了 那么大家我在构造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 然后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取出来的message 我们填进去 time呢我们给定的是这个time1 同样呢这个type字段呢 我们给定的是一个type ok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message这个类呢 就缺少一个带有id的构造方法 好我们补全一个带有id的构造方法 generate constructor 全部选中 首先直接填入我们当前这个id 把后面几个值呢也给定 设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给咱们的list集合 再用它的一个i的方法 把我们当前这个m对象 也就是我们message的对象 先压进去即可 好 我们的list集合呢已经有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那个查询出来的caster 游标给它关闭 以避免我们的内存削漏 同样把我们的db对象也调用它的一个close方法关闭掉 hyper呢我们也调用它的一个close方法关闭掉 最终返回我们当前的这个list集合即可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分页的方法 以及我们查询总数的方法呢都给大家写完了 我们只需要在message activity当中来调用一下这些方法即可 那么怎么样 怎样获取历史记录的页数呢 好 我们就给定一个long类型的total 其实有了我们do我们直接可以调用total方法 根据当前这个first的time的一个时长 我们会把在这个时间之前的所有的数据总共有多少条数呢 都来查询一下 然后呢我们给定的这个total配置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页 那么这个页数呢就是用我们当前这个total总数除以对我们的这个size呢 取模 如果等于0的话表示我们整体能完全显示在一个页当中 我们就直接使用total除以我们当前的这个size 否则的话咱们除不进 有余数的话 我们就使用total除以size并且加1 这样的话我们多给它定义一页 当然这个值呢整体是一个int类型的值 所以我们在前方呢就直接给它改为int 后面的一些数据呢我们也全部给它拿进来 好我们保存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当前的total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total配置呢 写在我们当前这个方法的下面 这样的话total就不会再跟我们报警告了 那我们点击查看历史记录的时候 那么它就要回掉我们当前这一个按钮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我们先给这个heider呢 调用它的一个setonclick list呢 咱们给定this 那么无非就是在我们这个onclick方法当中多一个case代码块 好这个id呢我们就是0x11 正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这叫做点击查看历史记录 我们就封装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调用一个方法fund 把我们当前这个first的这个时间值呢给它给定 然后我们把当前这个方法呢来创建一下 那么OK在这个历史记录当中 我们就要去做一下了 首先我们进行一下判断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配置页码 在小于等于我们当前这个total page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添加新的数据到我们的lis记录当中 也就是到我们这个datas记录当中 我们调用add all的方法去进行填充 而且我们可以指定它位于哪个所影 我们在上面显示它的历史记录 所以我们是位于0所影 并且我们调用dao刚刚写的query bar page 把我们的页码给它传进去 需要传入当前的一个页码 每次点击的时候我都用配置加加 那么这个表达是呢 它在用的时候它还是配置的值 但是在用完之后这个配置就进行了加加操作 这样的话我们就简单多了 然后呢我们每次查询size 当前的时间点呢就是我们first直接传入即可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作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页码还是这个页码 在这个query bar page一做完之后 配置又进行加加 所以每次点击fin的时候 这个page其实在一直改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更新页面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adapter 它这个notify dataset 称之的继续往下来 我们再给定if 如果我们当前这个page 大于我们当前这个total page 也就是说我已经拿到了最后一页了 然后我还点击了历史记录 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内部这个page已经做了一个加加操作 所以它就大于我们当前这个total page total page的时候就是没有更多数据进行显示 那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从我们header当中 让它的findview1id 我们找到这个textview 并且给它重新复制即可 top-tv 那么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就是一个testview 好强转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给定tv.settext 比如我们设定 没有更多数据了 然后呢我们再给定heider 就让它这个set onclicklist 这样的话我们给定为空 就实现了我们当前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把这个案例呢给大家来运行一下 OK 在我们数据库呢本身是有数据的 那我们先简单的先发送一下 你比如我发送一个hello world 我点击发送 那我点击查看历史记录 大家可以发现 我查询了历史的记录呢 是在我们hello world上方进行显示的 并且这个时间呢 是一直往下进行排布的 那我每次查询的是五条数据 然后我再点击查询 它还是以五条数据刷新的形式给我们占有 好我们再点击查询 我们发现查询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没有更多数据了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实现了 我们当前这个功能操作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实现的就是一个分页查询的一个效果 OK 那么在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小点的练习 这练习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 思考 如何实现当前数据的分页显示 总结思路呢 并且作答 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当前这个思路的一个调理性呢 也会有一些归纳总结 也会让大家的一个思路呢 变得更为清晰一点 OK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操作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MAD学院更多精品课程